一 人性 孟子说人性本善, 荀子说人性本恶, 您的想法如何? 一 依赖 依赖 过度依赖父母 只会让孩子缺乏自主能力。 三 计较 计较 他心胸宽广, 从不计较小事。 下 嘲笑 嘲笑 他被众人嘲笑后, 才反思了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 五 忽略 忽略 过分追求结果而忽略过程是人们常犯的错误。 忽略 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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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词 做事 做事过度认真和细心,会容易患上强迫症。 气 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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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慕虚荣的人 往往喜欢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 他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最虚荣的人 固 固执 固执 妻子在这件事上很固执 既不听我的意见 又不讲道理 识 绝匠 绝匠 妹妹从小脾气绝匠 就算输了比赛 也绝对不肯认输 细臂 顽固 顽固 绝对不肯认输 懒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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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应引导孩子正确使用手机 不然会使孩子变得懒惰 十三 卑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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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背后说人闲话 是很卑鄙的行为 十下 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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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犯人虽然犯下残忍的罪行 但是毫无反省之意 细部 冷酷 冷酷 亚历山大大地有多面性格 包括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冷酷的一面 心有 狠心 狠心 小李狠下心离开家乡 决定去大城市打拼一下 受尽折磨后 他变成了一个狠心的人 吸气 野蛮 野蛮 这种对稀有动物的野蛮行为 是无法被容忍的 吸派 粗鲁 粗鲁 那个运动员为自己的粗鲁行为 做出了公开道歉 吸气 凶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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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未见过他如此凶恶的样子 一喜 沉闷 沉闷 性格沉闷的人与开朗的人相反 容易陷入自己的世界 一喜 古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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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个性格倔强 脾气古怪的人 很少与别人来往 一喜 急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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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切记 越急躁就越容易把事情搞砸 一喜 三 吝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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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在援助灾区难民的事情上 从不吝啬 一喜 四 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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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仅心胸狭隘 而且冷酷无情 一喜 一喜 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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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学生很任性 经常为难班主任 一喜 贪婪 贪婪 这个贪婪的商人 为了积攒更多的财富 而不择手段 一喜 五尺 五尺 挑拨离间还不够 还要伤害大家 他真是卑鄙无耻 一喜 自卑 自卑 他一直在回避眼神交流 觉得这样能掩饰内心的自卑 自卑 一喜 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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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家该如何打消消消费者的顾虑 五尺 我们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也没有顾虑太多 三十 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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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七别 教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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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有些孩子的教忾 都是被父母灌出来的 他们家孩子娇气得不得了 真是服了他们了 三西碧 心眼 心眼 我们平时需要反省一下自己 是否属于心眼小的人 三十三 回避 回避 为了避免尴尬 他刻意回避了面试官提出的敏感话题 三十四 警惕 警惕 自从小区内遭贼之后 居民们都提高了警惕 三十五 挑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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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友时应考察对方的品质和性格 但也不能过于挑剔 三十六 炫耀 炫耀 这家伙只爱炫耀自己的地位和财产 三十七 八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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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员工为了八戒上司 常常谎话连篇 三十八 吹牛 吹牛 有时候我们需要反省一下自己 是否为了撑面子而吹牛 三十九 神气 神气 他的事业终于有了起色 他便开始在大家面前神气起来了 撒息 吹捧 吹捧 那位球星被吹捧过头 从而失去了客观审视自己的态度 撒息比 吹捧 纳闷 纳闷 我一时猜不出他的心思 心里有些纳闷 撒息比 心疼 心疼 第一次看到儿子偷偷地哭泣 父亲心疼地说不出话来 四十三 要命 要命 他虽然有过几次舞台表演经历 但每次上台前仍会紧张地要命 三十三 生疏 生疏 我们对这些知识都比较生疏 您能详细地讲解一下吗 撒息比 不 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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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脑聪明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性感 撒息比 三十四 了 了 记住了 在工作中遇到令你难堪的事 你要及时告诉我 四十七 四十七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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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 为我们真挚的友谊干杯吧 四十八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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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过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新闻了吗 孙子很喜欢外公 一见到外公就嘿嘿的笑 四十九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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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教室里传来了闹哄哄的笑声 最近很多年轻父母把智能手机作为哄孩子的神器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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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婴儿突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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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的眼泪瞬间化解了兄弟间多年的恩怨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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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电影母亲发了好一会儿呆 默默的流下了眼泪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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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于十分佩服诸葛亮 但又异常嫉妒他的才干 五十七 为难 即便生活想尽办法为难你 你也要想办法熬过去 那些毫无根据的道听途说 让我感到为难 五十八 反感 如果别人总是对你很反感 那你就要好好反省一下自己 赞美和批评要适度 以免引起对方的反感 五十九 难堪 难堪 我们要懂得尊重他人 尽量避免让人尴尬难堪 欲弃 悔恨 我为自己当初的所作所为 悔恨不已 欲喜比 埋怨 埋怨 非非 虽然在艰苦的环境中长大 但从未埋怨过父母 欲喜比 欲喜比 叹气 叹气 小李望着皎洁的月亮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六十三 晚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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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友们纷纷为黄医生的牺牲而声感晚兴 老李不是无所畏惧的人 只是很好地掩饰了内心的恐惧而已 欲喜不 厌恶 厌恶 你所厌恶的生活 也许正是别人所渴望的 欲喜不 折磨 折磨 经常被负面情绪折磨的人 不妨去看看心理医生 六十七 孤独 孤独 在这段孤独的旅程中 小刘丝毫不觉得孤独 六十八 沮丧 沮丧 几个应聘者一脸沮丧地走了出来 唯有他显得沉着镇静 六十九 茫然 茫然 拿到试卷后 有的人感到一片茫然 有的人却显得很自信 欲喜 羞耻 羞耻 只有知道羞耻的人 才能有高尚的人格 七夕地 悲哀 悲哀 受到温暖人心的安慰之后 我不再感到悲哀了 七夕地 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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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场悲哀的灾难中 灾民并没有沮丧 而是奋起抗灾 七十三 凄凉 凄凉 在凄凉 而孤独的岁月中 老李始终没放弃 对生活的希望 七十四 苦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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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忧郁 忧 忧郁 忧郁 人不必过于追求完美 否则很容易变得忧郁沮 七十六 冤枉 冤枉 我实在是太冤枉了 事实上是老王不择手段地陷害了我 找到证据之前 我们不能随便冤枉任何人 七十七 愤怒 愤怒 面对不公平的事 小刘总是掩饰不了愤怒的情绪 刺激配 恼火 恼火 找出问题的根源之前 你先不要恼火 七十苦 可恶 可恶 最可恶的是那些在背后破坏团结的人 开心 交集 交集 考生都焦急地等待着比试成绩的公布 拍戏笔 侥幸 我们都要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事 而不能有侥幸心理 拍戏笔 空虚 空虚 他始终想摆脱空虚的精神状态 拍戏笔 恐怖 恐怖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这部电影很恐怖 拍戏笔 拍戏笔 勉强 勉强 有时你要学会拒绝 不用勉强答应你不想做的事 这件事连你都感到为难的话 就不要勉强别人去做 好 请不吝点赞 咱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